大家好 我是Andy良 我們今天要來拍的是阿嬤的料理系列 因為附近的鄰居已經來敲門了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拍料理系列了 網友已經來問 欸 怎麼那麼久沒有來拍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拍喔 好 餡菜 餡菜 餡菜煮葡萄魚 餡菜煮葡萄魚也可以出一道菜 欸唷 你看你看來 來喔 來喔 餡菜喔 來喔 蒜蓉 爆香 來把那個蒜頭爆香是不是 對對對 這樣子 蒜頭 煎香 對 好 這樣子 然後要加入我們的 餡菜 餡菜 餡喔 對 餡菜 所以你剛剛是把這個蒜頭 對 給它爆香 對 整個香味就會進到這個餡菜 裡面去 對 對 對 好 這樣煮 再來的話是加一點水 對 加點水 下來 餡菜 葡萄魚 小朋友會喜歡吃嗎 喜歡啊 那個 子粒啊 子寧啊 對 我很喜歡吃 他喜歡吃青菜 哦 小朋友喜歡吃青菜很好哦 對啊 對呀 他會喜歡哦 小小的布拉魚 對 你看這樣把它 加一點水 對 燙燙水水的 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少 好 對 這樣子 OK 等一下這個 勾一點點 薄薄的芡 好 這樣子 給它煮一下 OK 好的 就是給它 稍微煮一下 對 稍微煮一下 如果那個 餡菜太老的話 你就多煮一會 如果不會很老 就不用煮太久 十幾一二十塊吧 一二十塊 OK 啊這個 這個我 那個 葡萄魚 我已經洗好了 就把它放下來 所以這樣子加上去以後 然後再給它煮一下 好 就慢慢的 小火一點 小火一點 嘿 啊我來打一個 蛋 蛤 這個還要打蛋 蛋哦 只用那個 蛋白 蛋白哦 嘿 哎呦 只用蛋白 只用蛋白就好 只用蛋白是不是 嗯對 只用蛋白它才會 這樣透明透明的 不會說那個 有那個 OK 只用蛋白哦 多一點芡 木薯粉啊 是用那個 太白粉 對啦 太白粉 也可以啊 太白粉是不是 生粉 對啦 加點鹽 對 加點鹽 調個味 對 對 加一點點鹽 也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有味道就好了 一點點鮮味炒熟 對 好 這樣子 這樣子哦 OK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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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白 蛋白 加下來 蛋白加進去 蛋白加進來 這樣子裡面就是有那種 蛋白絲 哦 對 再加 勾一點點 薄的芡 不要太多 一點點勾芡 讓它有一點 滑滑的 勾芡勾芡的 對 一點點而已 哦 你看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 就有那種 一點點黏稠 對 但是又不會太多 對對 這個感覺 好 所以 OK囉 這樣就可以準備好上菜囉 對啊 上菜囉 啊 要那個的話 也可以加 要 那個油蔥酥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加一點油蔥酥 是更香啦 加一些也可以 其實沒有 也是沒有 也是有人 沒有啦 沒有加這個 這樣還可以啦 哦 就這樣子 這樣子 簡簡單單 好囉 上菜囉 好 剛撈上來 對 那個 無辣魚就對了 對 哦 新鮮的餒 對啊 新鮮的 好嘞 這就是我們 今天的這一道 無辣魚 生菜 生菜無辣魚 生菜無辣魚 完成囉 完成囉 你會不會呢 不該補好 好 好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 拜拜 很好吃又有營養喔 上菜 上菜 生菜 生菜無辣魚 生菜無辣魚喔 對 不錯吃 啊你在試吃就對了 很好吃 好吃 有一點 空間對不對 不錯吃 吞一碗啦 我給你吃一碗 吃都沒有了 好吃嗎 嗯好吃 生菜無辣魚 讚喔 尷尬都 適當 好的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再見 拜拜 下次再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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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見 拜拜